大家好我是Blue 今期要跟大家說的不是遊戲而是PewDiePie 有人跟我提起為何現在越來越少人看和翻譯PewDiePie的影片 經過反覆思考和驗證之後得出了幾個因素想跟大家分享 好了第一樣 頻道轉型 轉型我是說他娛樂觀眾的方式改變了 還記不記得PewDiePie穿女人衣服的日子 又或者Friday with PewDiePie 還有他女朋友和他一起做些傻事 在2017年幾乎 剛剛說的那些元素都沒有再出現過 就好像這條片一樣900萬的觀看 我們可以出去再看一下 封面這個有400多萬 而這個就是近來比較受歡迎的有800多萬的觀看 似乎是真的有些人喜歡看男人露點的 沒辦法 現在PewDiePie拍的影片都偏向平淡了 他現在平時都是看一些 別人的影片 笑一下給他反應 遊戲影片都相對少了很多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他現在說的梗 也是笑點 對於華人觀眾來說是很難以理解的 這裡他說 英國 is my city 直譯的話就是英國是我的城市 這個是常識上的缺乏 因為很多人的恥笑 你現在看到是剛剛那個梗的出處 因為英國 is my city 成為了愛國人最近這個月的焦點 但對華語觀眾來說 我們就很難明白他好笑的地方 第二樣就是猶太事件 平時有看PewDiePie都知道他很喜歡拿希特拉來搞笑 所以其實這件事影響的並不是觀眾而是翻譯的人 你現在看到是我頻道的頁面 這四條影片就是最多人看的 而他們的共通點都是侵犯了版權 對於這些事我都要按下去了解清楚 看看誰說我侵權 我斷故都是PewDiePie 進去一看盈利 由聲明人獲利OK沒問題 版權聲明人 嘩什麼來啊 Curse Studio 沒有人認識你啊 你有什麼問題你問Google就對了 然後他可能會帶來遺跌 粗略找了一兩個重點 發現PewDiePie其實有跟他們簽約 是一個合作關係 直到PewDiePie搞出了這個反猶太的大頭髮呢 這間公司就是理所當然的跟他解除合約 如果你看PewDiePie的影片夠多的話 你就會記得他有說過他失去了一個跟迪士尼公司合作的機會 其實就是在說這間公司 所以我現在推測PewDiePie 去翻譯PewDiePie的影片 就是因為這間公司他們會檢舉翻譯影片 錢亦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吸引我們完成一件事 你可能會很擔心地問我 你還翻譯嗎現在 在我有時間的情況下我都會盡量去翻譯 或者你可以去PewDiePie的頻道 那裡有很多人去義務地翻譯中文字幕 再不是你可以去看Lucy所如無幾的PewDiePie翻譯頻道 第三樣就是新興頻道 那我就是講一下社長 社長大概在一年前出現了在翻譯頻道上面 你現在看到的影片都是按原本順序來排列的 社長佔了很大部份 社長的影片獲得了很多人的支持 就好像當時PewDiePie那樣 好了今期的影片都差不多了 多謝你看到最後 未訂閱的可以現在訂閱 喜歡或者認同我的說法的話可以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為什麼現在沒有人翻譯PewDiePie的影片 順帶一提如果我家Maker Studio 檢舉我這條影片的話我應該會生氣到一拳衝到網上 我要說話都說完了 我們下期再見 Bye 融資格 直接帶個影片 最後 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